今天大盘收了一颗星 这颗星在这个地方是不太好的 为什么呢 我们讲这个十字星或者是长上一线和长下一线 就是这种图形 这种K线的图形 十字星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是多空力量的这种对峙 就差不多 多空力量的差不多 所以呢 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呢 它就形成了一个平手 就像拔河比赛一样 也不会倾向于多防 也不会倾向于空防 所以它最终呢收了一颗星 那这个地方产生的就是多空的一个分期 那大阳线的话呢就可能是多头 大阳线的话那肯定就是空头 但是十字星呢 它就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多空是一个 这个胶着的状态 分期比较大的一个状态 没有形成一种 这个多方或者是空方主导的一个走势 这是十字星 那长上阴线呢 长上阴线呢 像上周的 这是周五周四周三 对吧 上周三有一个长上阴线 长上阴线呢 它代表的就是 这个空头反扑 对吧 你本来这个多头呢往上涨涨涨涨 结果呢 空头反扑 然后呢往下跌 跌出了一个长上阴线 所以长上阴线呢 其实代表的就是多方的力量 要比较强大 这是长上阴线 那长下阴线呢 长下阴线就是一开始是跌的 跌的很厉害 然后呢 突然间收回 它其实代表的是多方逆转 多方的力量比较强大 这是简单的K线的逻辑 但实际上他们要看发生的一个位置 发生的位置其实是更重要的 那比如说我给大家讲过的 量缩而价不跌的末端 对吧 量缩而价不跌的末端 在上升途中 如果出现了长下阴线 或者十字星 这种图形后边是容易长停的 这种图形后边是容易长停的 所以它的位置呢 就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那我们看目前大盘的一个位置 它有一个长上阴线 上中三 今天收了一颗十字星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第一从K线的语言上 它是空方的力量要更大 长上阴线代表的空方的力量比较大 十字星又代表了一种多空的分期比较大 而关键是它发生的位置 是不好的 因为它发生的位置呢 第一 有前低的一个阻力 三三五六点 五六点 这个地方是一个前平台的 二月份这个平台的一个阻力 那这个地方是有套牢盘的 对吧 再加上上中呢 还有一个九十分钟的顶背离 九十分钟的顶背离 它也需要进行笑话 那三三五六点的压力 九十分钟的背离 这些元素呢 都代表了这个地方 是有比较强大的空方力量的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又出现了长上阴线 以及十字星 那这个组合形态 它就是不好了 对吧 这个组合形态就是不好了 那就代表了空方的力量呢 还是挺大的 而且多方呢 努努力 努努力上去了 然后呢 空方给砸下来了 今天呢 多方再努努力 但是呢 也上不去 那这不就是代表了 空方的力量 要更强大吗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画了一颗圆 这个圆呢 囊括了四颗K线 这四颗K线呢 有点类似于回光返照的图形 什么意思呢 什么是回光返照呢 就是本来呢 要跌了 但是呢 又涨了两天 所以这个图形 在今天 收了一颗十字星 如果今天是长长的上一些 那会更不好 当然十字星呢 也不好 十字星也不好 那就证明了 昨天 就是上周五 和今天 这两个K线 它就有诱多的成分 有诱多的成分 再加上它上方呢 有3356点的阻力 这个地方是有 确确实实存在的 套牢盘的阻力 有筹码的阻力 对吧 从K线的分析上呢 也能看出来 多方发力 结果呢 被打回来 场上瘾 然后呢 多方的努力 最终呢 也只是收了一颗十字星 这些都代表了 多方的力量 其实在这儿呢 是受阻的 对吧 预阻的 预阻就是 空方的力量要大 而我们从筹码的角度呢 也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空方的力量比较大 因为3356点呢 这个地方是今年2月份的 套牢盘的地方 所以你看 不管从K线的形态 还是从实际的 2月份的套牢盘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 胶着的状态 它是不利的 不利于继续往上涨 然后我们再画一个黄金分割 拿这一波的最高点 和最低点 画黄金分割 我们看到0.618的位置 大概在3386点 就上面这个虚线 所以这个虚线和这个实线 3356点 就构成了一个小的压力带 这个小的压力带 目前呢 也阻碍行情继续向上发力 所以从这几个元素上呢 综合分析这个地方 它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所以操作上呢 这个地方满仓 肯定是不太合适的 所以上周按照90分钟背离 把仓位降回来的同学呢 现在呢 也不用着急回补 不用着急这个 再去种仓 你等这个地方压力消化之后 再去这个大仓位去做多了 可能会更好 所以摆在这个面前这个地方呢 还是要稍微的谨慎一点的 虽然说日线上呢 因为这波的反弹 它其实已经完成了 什么呢 完成了整个下跌周期的一个逆转 就是趋势的一个逆转 这个逆转是完成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预阻之后后边 不管是横盘还是回落 预阻横盘还是回落 就横盘回落的概率是更大的 就从目前开始 那所以你满仓肯定不合适吧 对吧 降低降低仓位 半仓 如果股票卖了之后 我压力破位呢 低于半仓 这都可以 那么 但是呢 如果有横盘或者是调整 从它的一个性质上呢 因为这一波完成了趋势的一个逆转 所以从性质上 这波回踩 它更多的是在酝酿机会 而股市 说 继续呢 完成低点的一个击穿 然后再继续的大跌 这个可能性呢 在降低 不是说不可能 在降低 股市根本就没有百分之百的事吧 一切都是概率 对吧 那从概率上 它完成了趋势的一个逆转 所以说 重新归入跌势 再创新低的概率 那就再降低 这没什么好说的 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所以 那既然继续创新低的概率 再降低 那么 如果这波横盘或回踩之后 形成的低点 那就会形成 涨势的重要的低点 就这个机会会更加的明显 对吧 所以 从短线的一个角度 这个地方要谨慎 从波段的一个角度 这波谨慎结束之后 后边大概率还是要上的 就是机会还是要大于风险的 所以 我 就是提前好多天给大家讲 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要做的细致一点 细致一点 细致一点 就是避免在这个过程中 反复的挨打 小白龙还好 对吧 小白龙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怎么挨打 从趋势突破了 到现在才没有破位 这是 做的要做的细致一点 然后呢 过了这个周期 过了目前这个小的高点的阻力的周期之后 那么 能够重拾声势 确定趋势的一个加强 那么操作会容易的很多 但是这段时间的操作确实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好吧 这是这个地方 所以操作呢 还按我们上周讲的这个思路 重仓和满仓的撤回到标仓 标仓的不变 但是个股呢 触发卖点还是要卖的 然后如果在稳压期下 低于标仓也是可以的 好 我们来看90分钟的这个背离 90分钟的这个背离呢 它其实单从它来说 它的级别也不大 它的级别也不大 但是呢 因为它发生在 这个 今年2月的阻力平台 所以它无形中给这个90分钟的背离呢 增加了级别 给它增加了一个级别 所以本身它级别其实不算大 对吧 90分钟嘛 它本身周期也不大 技术形态呢 它也一般 所以只是看它的话 其实阻力不大 但是增加了一个 2月份的套牢盘属性 那这个压力的级别就增加了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 还是要注意 所以这个就是线号嘛 对吧 如果后面接着涨 把90分钟动画给它涨没了 对吧 90分钟风险没有了 那这个地方没有别的风险 那你继续的在半仓基础上 你去做多 这没有问题 对吧 但是在当前这种位置 环境下 那么 骨后边的 这个仓位呢 最好是不佳 好 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盘口 今天是动能背离向上的 黄色曲线在白色曲线的上方 并且中间敞口的还比较大 那这个情况就说明 动能背离向上 个股相对容易赚钱 如果要P的话是向上P 对不对 那其实还好 今天这个环境其实还好 对吧 你看 上涨加数3192家 下跌加数1370家 对吧 涨停了108个 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 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 对不对 这个数据其实非常好 只不过指数没这么涨而已 对吧 指数从开盘到收盘 收了一颗心 收了一颗心就跌下来 涨上去 然后收了一颗心 所以从指数的盘口 从K线上来看 其实今天不太好 但是从分时图的动能背离来看 今天其实还不错 涨停的股票了100多个 上涨的加数了3192个 下跌了1370个 所以你看 我们通常来说 对明天大盘到底怎么走 这个其实没有谁是可以说的准的 对不对 从概率上 其实大家也是 也是无猜 对不对 没有这个 就是我们说去分析 我们说明天会怎么样 你这个东西 你就算是这个市场中非常牛的人 他其实对明天怎么样 也没有人能够 判断的非常非常的准确 就概率优势上 其实都没有什么优势 其实也没有什么优势 其实就是五五分成 对不对 就是五五 一半一半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按照咱们的动能背离技术 在开盘后 几分钟的时间内 我们就大致可以得出 今天全天的环境 而且这个环境 被逆转掉的概率 是不太大的 尽管我们在刚刚过去上周 我们上周五的时候 看了一个图 对吧 上周五天 只有周三 是完全符合动能背离的 剩下的四天都不怎么符合 但剩下的四天的涨跌加速 也是符合动能背离的 包括今天动能背离向上 指数收了一颗十字心 如果看指数的话 似乎今天不怎么样 但是如果看 但是如果看 根据动能背离来看 个股的话 今天上涨的加速 三千多家 涨停一百多个 这个数据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但是问题是 这个格局 就是这个能够相对容易赚钱的 这个格局 我们可以在开盘后的几分钟 就可以做出判断 这个是了不得的 对不对 你头一天 对第二天的行情的一个判断 这个其实跟猜大小没什么区别 对不对 你比如说今天你踩明天 你踩去吧 明天怎么样 对不对 你如果根据这个压力 觉得明天要大阴线 那其实这个大阴线早都该来了 对不对 早都该来了 长得这么慢 对不对 又在压力的位置 磨磨叽叽的 其实大阴线早都该来了 也就是你对明天的一个判断 其实你没有这个准确性 跟猜大小 其实差不多 对吧 甚至你因为你没有什么一样的理论基础 没有依据 没有依据 市场中大咖 也没有谁说对明天怎么样能够非常好的做出一个判断 但是没有关系 对不对 我们根据动能够离在当天的开盘后的几分钟时间里 我们来得出全天的大概的一个走势 这个已经很了不得了 你像今天我们 你像今天我们在开盘后的 我看看啊 看看文字教室里开盘后的一分钟 对吧 9点31分 9点31分 我给大家发言 我说 有后 都能背离向上 敞口大 今天有戏有 对吧 这是开盘后的一分钟 我们发言 对吧 头一天的收盘 我们对今天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我们不知道今天会收一颗心 对不对 或者收一个阳线 或者收一个阴线 其实 其实你盼 你预测也其实是猜 对不对 其实就是猜 但是在开盘后的一分钟 我们就不是猜了 我们是有依据的 开盘后的一分钟 今天 开盘后的一分钟 今天 黄色曲线在这 白色曲线在下边 中间长口 直接就很大 而且在刚开始的几分钟里边 黄线往上 白线往下 对不对 那这些其实都告诉我们 今天动能背离是向上的 那向上的环境 我们说它是容易赚钱的 对不对 容易赚钱的 那如果要踢的话 是向上踢 向上踢就是先买后卖 而 现在收盘了 而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实际情况 今天 三千多个上涨的 一千多个下跌的 相对于容易赚钱 对不对 你三千多个 这边一千多个吗 三比一的关系吗 对不对 你四个人有三个人都是容易赚钱的吗 那不就是容易赚钱的吗 然后涨停的股票呢 还有一百多个 对不对 有的时候指数大涨 能涨停三四十个就不错了 所以你看 动能背离向下 开盘后的一分钟 我们来判断 今天是不错的 今天有戏 而收盘 实际收盘的情况呢 三千多只上涨的 一千多只下跌的 一百多个涨停的 这个数据告诉我们 确实是容易赚钱的 对不对 而且如果要踢的话 向上踢 先买后卖 那从 这个白线上 可能不太明显 白线其实也还好 对吧 低点高点都有嘛 如果是黄线的话更好 对吧 黄线你从早盘砸下来之后 就一直往上涨了 所以这种环境里边 你往上踢 先买后卖的胜算 它就会比较大 所以这些都没有超出 动能背离的技术的本身 但是这个 在开盘后的几分钟时间里 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这个就非常重要 这个就非常重要 对明天怎么样 其实大家都在猜 但是对当天 开盘后几分钟 你大概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你今天应该怎么做 其实心里是有数的 好 后面我们来讲一个案例 就是这两天 一直有同学追问的一个情况 就是关于套牢盘 套牢盘 历史套牢盘 还有新的获利盘 就是这样的阻力 我们如何进行分析 如何来分析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首先呢 我们拿到一只股票之后 包括你自己的手中的标的 或者是你选的股票 就是我们拿到一个标的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 先找到这只股票 目前的最低点 那就是VGA 对不对 那VGA一分为二 对吧 左边代表着历史 右边代表着未来 对不对 左边代表着历史 右边代表着未来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要根据左边的历史 来对右边的未来 做出一定的预测性 对不对 要做出一定的预测性 那怎么来呢 好了 从A往左开始找 找什么呢 找D点 找D点 其实很好找的 对不对 B是一个 对吧 B这个呢 因为它跟A差不多 所以你换一个水平线呢 其实右边也作用不太大 但是你可以 其实可以把它画出来 然后再往上就是C 所以过C 画一条水平红线 对吧 那C这条线呢 这个你注意啊 我们画的这个线 它只有两个作用 压力 或者是支撑 只有这两个作用 压力或者支撑 没有别的作用 好了 那我们过C 画一条水平红线 所以C 比如对 A之后的走势 那就是压力或者支撑 但是那我们看到 直接突破了吗 所以它后边 伴随着就是支撑 你看 位置6 和后边 就是C的支撑线 对不对 你看一看 这可不是巧合 对不对 它支撑正好 6和后边这个 这个标个9吧 6和9 正好落在位置C 这条水平红线上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你在A 刚才说了嘛 你从A开始画的图 所以整个右边 都是预测部分 所以跌到6 跌到9 这两个地方 你就要重视 它有可能会形成低点 对不对 它有可能会形成低点 好了 那我再往前找 D 对不对 再往前找 就是E 你看 这支股票 从A往左找 就是A是 A是不管它了 A是很明显的 对吧 B C D E 四个点 这四个点 是清清楚楚的 谁都可以找得出来 对不对 历史低点吗 谁找不出来 谁都可以找得出来 所以B C D E 这几个点找出来 B 也可以画出来 只是没有起作用 对吧 因为它和A太近了 然后从C D E 这几个线 我们注意看 C刚才已经看到了 6和9 正好在这个地方 获得支撑 然后我们再看D D这个线呢 同样道理 它首先对未来代表的 一个阻力 对吧 代表了阻力 突破之后 才会变成支撑 好 然后我们看位置D 这个地方的阻力 怎么来分析呢 我们看位置4 这个地方 是直接把位置D的压力 给突破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位置3 位置3 到了位置D的阻力线的时候 位置3没有跌 而是直接突破的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不就涉及到阻力的 大小的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 对不对 那按道理来说 那3到了这个位置D 这个线 那3后面不是应该跌吗 为什么3 稍微停顿之后 直接突破了呢 这个压力 为什么小呢 你注意看 1 2 1和2 这两个高点 这两个高点 它是干嘛的 这两个高点 是干嘛的 这两个高点 它其实已经对D 进行了压力的消化 能理解吗 就是位置D 这个地方套牢盘呢 高点1和高点2 它其实对D 是进行压力的消化的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当你当你的筹码被泡了之后 反弹的时候 在无限的接近你的成本的时候 哪怕还亏一点点 再跌 你也会卖 对不对 本来亏了10万块钱 回了 涨了 涨到8万块钱 如果卖的话 亏2万 不卖的话 又跌回去了 卖了不卖 卖 所以从人性上 很多时候 在无限的接近自己的成本的时候 其实就有人已经开始卖了 所以高点1和高点2 它其实是对D压力的消化 所以在3的时候呢 又一次到了位置D这个线的时候 并且还突破了小白龙 对吧 并且前面还有贝离 突破了小白龙 所以位置3这个地方 也表现出了阻力 对不对 你看也停顿了几天吗 也表现出了阻力 但是 因为1和2已经进行过消化 所以3停顿之后 直接突破 明白了吧 这就是对位置D压力 它的一个分析 为什么3到4直接突破的 而没有形成 这个为什么它是突破的 对不对 就这个道理 好了 然后接着涨呢 4和5 为什么到这又不涨了呢 为什么到这又不涨了呢 因为4和5 正好是位置E的水平衡线 阻力 这个不是巧合 我再说一遍 它不是巧合 因为我刚才说了 从位置A开始 往左找历史低点 历史低点是清清楚楚的 明明白白的 就这B C D E 就这4个 没有别的 就这4个D 画水平衡线就可以了 所以为什么涨到4不涨了 因为4正好在位置E这个地方 而位置E这个地方的压力 之前消化过吗 没有 对不对 1消化的是D 2消化的是D 3消化的是D E这个压力消化过吗 没有 4是第一次到E的压力 所以呢 所以4和5 它就过不去 它就得 到这儿就得跌 它过不去 因为它第一次到这儿 它没有进行压力的消化 3 之所以直接到4 是因为1和2 对D消化过了压力 4和5 之所以形成高点下跌 是因为之前没有对E进行消化 4和5的下跌 就是对E进行的消化 好 跌下来之后 6在C的线上获得支撑 到7 7是干嘛的 7是干嘛的 7是对4和5压力的一个消化 对吧 对吧 当然这个7这个地方也临近 为着D的一个阻力 因为D这个阻力不是不大了吗 是不大了 但是7在这个地方消化的是4和5的压力 也就是D的压力其实不大了 不大了 所以7的高点 是消化4和5的压力的 但是4和5的压力大吗 4和5的压力不大 因为4和5是为了消化E 对不对 4和5是为了消化E 所以4和5本身的压力是不大的 所以7又消化了一次 所以到8的时候 所以到8的时候 这个8也停顿了 这个停顿其实也是对4和5的一个畏惧 但是为什么后面直接上了 为什么 因为刚才说了 4和5 是为了消化E的 4和5本身就不是重要的阻力 4和5是为了消化 前边E的阻力的 4和5的套劳牌有没有 也有 但不重 为什么 后面没怎么跌吗 并且前边7还进行了一次消化 所以到8的时候 稍微有提论之后就上去了 没有压力了 压力消化完了 对不对 我不想还干嘛 你说还有什么压力 4和5本身压力不大 7又消化了一次 对不对 E的压力 4和5消化过了 D的压力也消化过了 并且还突破了 那整个这根图里没有压力了 没有压力了 那我8稍微停顿之后 我长不很正常的 对不对 干嘛不涨了 压力都消化完了 也没有什么压力了 干嘛不涨了 所以你看啊 当你从A 我重新再传一下这个图吧 有点乱了 对吧 当你从A 把这个 这个线给它一画 左边 右边 右边 在到3的时候 到4的时候 到5的时候 到6的时候 到7的时候 到8的时候 到这些数字很关键的位置的时候 你心里都应该明白 或者是应该去分析 应该有一定的分析的逻辑 对吧 3 3 为什么3没有形成高点 直接到4 4为什么过不去了 5为什么过不去了 6为什么只跌了 7这个小高点是干嘛的 8 又这个停顿了 然后为什么直接突破了 别的地方 你没有必要去看 你应该要去分析的 就是 3 4 5 6 7 8 这几个关键的位置 你要能够分析的 明白 对吧 就像我们看白天 钉盘的时候 白天钉盘的时候 我前两天表安过一位同学 什么意思呢 就是白天我们钉盘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我们钉的是什么 对吧 一天四个小时 我们要钉什么 对吧 根据MACD 其实应该钉什么 是非常清楚的 MACD如果在跌势里 你应该钉的就是 偏离到守恒 如果在灵柱线上 你应该跟 你应该钉的就是守恒 对不对 别的其实很多地方是没有用的 别的很多地方都是时间 都是大家可以聊天的 可以吹牛的 时间 对吧 全天四个小时 有意义的地方 其实就那么几个地方 其他大多数时间都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你想 那可以日线呢 同样道理 整个从A到后边 整个这一波里边 大多数时间是没有意义的 关键就是三四五六七八 这几个地方 你要能够抓得住 对不对 就这几个地方 你要能够 到了之后 你要有所分析 对吧 比如说到三的时候 你就要分析 三 这个位置涨的概率大 跌的概率大呢 第一 趋势已经突破了 对不对 第二 前面有背雷 对不对 然后呢 那这个 这个线的压力呢 一和二消化过了 所以三个结论就是 涨的概率大 对不对 那到了四呢 到了四之后呢 你看四这个位置 直接对标一 这个阻力 而这个阻力之前没有消化过 所以四 大概率是涨不上去的 对不对 大概率是上不去的 其实跟目前大盘的位置差不多 目前大盘的地方 临近三三五六点嘛 这个压力之前又没有消化过 所以直接一出而就的概率呢 就在降低 所以形成高点的概率才增加 所以九十分钟背离成立呢 我们要减仓 这就是对应的一个操作 所以四呢 前面没有消化过 大概率是要形成高点的 哎 形成高点又上完 到五呢 还是过不去 那还是高点 并且形成了背离高点 对吧 跌下来 六呢 正方回踩到C 直跌了 上来之后再七 七是干嘛的呢 对不对 你这个地方 如果是低的话 低的压力消化过来呀 不大了呀 那不大的七 这个地方是干嘛呢 消化四合五 对不对 消化四合五的压力 但是我们又明白 四合五的压力不大呀 因为四合五是消化一的呀 四合五不是形成压力的地方呀 后面也没有大跌呀 对不对 套劳很不重啊 所以说七这个高点 虽然是消化四合五的 但是四合五的压力是不大的 所以稍微停顿之后上来 重新突破趋势 然后到八呢 八毕竟到了四合五 对吧 象征性的滞长一下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 压力不大了呀 对不对 七这个地方压力都不大 还跌了一下 那八压力就更不大了 这更就没有必要再跌了 对不对 何万周就上去了 所以对历史压力的分析 关键你要分析 它前面有没有消化过 这个是重点 好吧 今天的出盘课就到这 大家再研究研究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